大家好,我是《愤怒自韩国》网站联合创始人张金凯 从去年开始,我看到媒体陆续报道中国各地选举二十大代表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有近一名党员 我想请中兴社问答二十大栏目帮我解答一下 这些代表是如何从这么多党员中选出来的 张金凯,你好,感谢你的提问 中共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已顺利完成 党选代表名单也已公布 按照中共中央统一部署 此次代表选举工作从去年11月启动到今年7月全部完成 此次选举划分为省区市、中央和国家机关 中央金融系统等38个选举单位 选举产生了2296名出席中共二十大代表 选举有哪些程序和环节? 具体而言,出席党代会的代表需要经历推荐提名 组织考察 确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 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 会议选举五个主要环节 要通过政治观、连接观、身份观等等 至于每个环节具体如何执行 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先来看推荐提名 二十大代表选举坚持走群众路线 推荐提名从基层开始 所有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都参加 据中组部负责人介绍 此次各选举单位基层党组织参与实现了全覆盖 党员参与率平均达到99.5% 有的地方还采取设立流动票箱 派出马背宣讲队等办法 组织党员参与推荐提名 各地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 在组织考察阶段 各选举单位按照代表应具备的条件 全面深入考察认真分析研判 把人选考准考时 这一过程普遍实行差额考察和考察预告 严把人选政治观和连结观 防止把政治上的两面人选进来 坚决防止待病提名 同时实行逐级差额领选综合比较选优 并对初步人选进行公示 之后进入到确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 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环节 这两个环节都召开党委会议集体研究 做出决定 不搞个人说了算 到了会议选举阶段 选举单位会召开党代表大会 或党代表会议进行选举 这一过程实行差额选举 差额比例均高于15% 同时二十大代表选举还改进候选人介绍办法 丰富介绍内容 增进选举人对候选人的了解 可以说以上五个环节环环相扣 周密有序 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要求的 采取自下而上 上下结合 反复酝酿逐级领选的办法 产生二十大代表 目前二十大代表的名单已经公布 但二十大召开前夕还有最后一个环节 由二十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对当选代表进行资格审查 确认资格有效的代表才能最终出席大会 让我们共同期待并见证他们的履职之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